好 肌肉怎麼用 肌肉怎麼用 來 從Google裡面打bootrap 這就是用肌肉嘛 對不對 當然其實是有用腦袋的 但是不是完全只用腦袋 其實是行動 在bootrap的官網裡面 你看到有一個叫getting start的東西 這上次我們有介紹過 裡面有一堆example 這個example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你現在看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Local storage的這個範例 我們先把它拉出來 Local storage的範例 就是這樣嘛 他有一個這個 還有一個按鈕 現在能不能先做這個按鈕就好 我叫bootrap裡面做出一個 bootrap款式的按鈕 比這個漂亮多了 我能不能做 我們現在就 跟著我做 你能動手就動手 你來不及動手你就先聽 聽完之後你就跟 好 我現在呢 我就要做一個bootrap的介面出來 我要有按鈕的 bootrap按鈕在哪裡 這都是按鈕 button 按鈕按鈕按鈕 還有table啊 我現在不用table 我只要button啊 所以呢 這一個範例其實太複雜了 我先從最簡單的這一個範例開始 這個範例比較簡單 那我就從這裡開始 把這個範例 看看它的原始碼 這就是bootrap 那你會說這個原始碼怎麼辦啊 這個原始碼我要怎麼處理啊 這邊通通都是弄到它local的 其實網路上有 有現成的版本 所以上次我給各位的例子 我給各位的例子 ok 上次給各位的例子 什麼類 這裡 bootrap1 這個我已經做好了 我們先用這個來改 先用這個來改 這裡有原始碼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其他都不需要 還有一個jumpton jumpton 這個其實不算太重要 有也可以 那我先把它剪下來 這時候就要用工具 用工具 我們的編輯器先拉出來 編輯器 Vidual Studio Code 先拉出來 好把它列上去 這就是我們一個bootrap的基本雛形 先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呢 我現在存在桌面的CCC底下 我就開一個叫做 bootnoped 這不是用在標記裡面 是要用在檔案名稱裡面 bootnoped.htm 好這樣子 存完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東西看起來怎麼樣 所以我到桌面去 然後到CCC底下 剛剛有那個boot OK 這裡 好 是不是幾乎就是那樣 幾乎就是那樣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怎麼辦 你看 因為我不想要裡面的那些東西 所以呢 然後呢 像這個 manjumpton 這個 這個都是裡面的 這個是功能表 整個body其實 你留下功能表 上面有這條黑色 那裡面的東西呢 你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呢 我就jumpton 就上面這一塊 我不要 我不要我就把它砍 好 接下來呢 這個我砍完之後 我們先存一下 看看它長什麼樣 剩這樣 剩這樣 好 剩這樣了之後 那我該怎麼辦 OK 我現在有 div class container 這邊呢 這是代表整個容器 div class load 這代表一列 div class 這代表其中的一格了 記得上次我們說 Witchtrap翻12格 對不對 12格裡面呢 你可以用444 也可以用66 或之類的 這不就是444的排列嗎 有看到吧 COLMD4 444的排列 這個444的排列 OK 有點小 我弄大一點 這個444的排列呢 我們現在需要這樣嗎 想想看 我現在有一個記事本 記事本 那我希望記事本在旁邊還是在中間 如果希望在中間的話 我就需要這個444的排列 好 那我就暫時維持它444的排列 我把這一段內容給砍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要的東西我就放中間就好 好 所以我維持它444的排列的方式 這個foot 留著無所謂了 留著無所謂 好 所以就留 好 這樣子 我們存檔一下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 哇 只有foot 但是呢 這個東西縮到上面去了 縮到上面去了 縮到上面去了 這時候我可以怎麼辦 好 我 必須要 有個東西我們漏掉 什麼東西呢 在這裡有個jumptom.css 這裡 那個檔案在哪裡 好 我們把它抓出來 jumptom.css 好 這個jumptom.css 點進去 沒找到 好 我去官網把它找出來 因為我 忘了複製下來 官網 記得吧 跟官網做好朋友 你在foottrap官網裡面 剛剛找到的是這個例子 我們剛剛那個是jumptom jumptom 在這裡 jumptom ok 這一個 跟他的官網做好朋友 去看一下官網裡面的東西 檢視網頁原始碼 你看jumptom 它裡面是什麼 body 裡面是body 我把它拖下來 好 這一段呢 我 可以另外放一個檔案 但是其實你學過css的話 你就知道我也可以直接放在這裡面 好 那我現在到底要放另外一個檔案還是放裡面 我決定把它放裡面 好吧 這樣子 分 不要分太多檔 各位比較容易理解 Squit 不是Squit 我現在是要css 所以是style style 這是html 的標記 然後呢 ok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放上去 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因為剛剛我們那個東西縮進去 就是 我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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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這個 也不是這個 好 我直接從這邊開它 好 我們剛剛說進去 你看到現在掉下來 對不對 沒有說那麼裡面 這對 為什麼呢 我們加了什麼 到底加了什麼 我們加說body body就是身體區塊的這個body 他呢 heading top 上面補50個 50點的高度 這樣子它就會掉下來 在body上面補50點的高度 最下面呢 heading button補20點 這樣子上下都有個空間 不會去跟這個黑色的重疊 好 這是為什麼他要寫這一段的原因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加 我現在要加按鈕 好 我現在去bootstrap找按 去bootstrap找按 啊 bootstrap的按鈕在哪裡咧 上上這裡 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堆按鈕 這按鈕的原始碼在哪裡 按右鍵看 按右鍵看到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辨識 哪裡是按鈕 你可以看到這個叫做bottom 有沒有 bottom 那bottom lg 叫做大的bottom 那一般這是正常的bottom sm是小的bottom ss是超小的bottom ok 那我要用哪一種 我用正常的就好 所以現在先把一個 綠色的正常bottom 抠出來 抠出來之後呢 就一樣放在我剛剛的這一塊 的中間就好 如果我希望它在中間這一個 我會把它放在中間 來 好 我現在再儲存一下 ok 那剛剛的這一個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按鈕出來了 而且是在中間比較變中間 對不對 好 那就有了 那我不想要這個怎麼辦 我不想要這個 砍了嘛 對不對 不想就砍了 不想就砍了 問題是你要辨識它到底是哪一塊 以這邊而已 你知道 開始我有submit 應該是這塊 對吧 砍了 把這一塊給砍 不想要 好 儲存 再重新整理一遍 那一塊沒有了 email還在 所以沒砍進 email也砍了 這整個縫都砍 好 沒了 現在呢 我們只有一個鈕 一個鈕 而且這個鈕還 偏得太上面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會覺得 我不希望它跟那個接在一起 這代表你上面空的可能還不夠 六十好了 六十的話 有沒有 掉下來一點點 稍微好一點了 好 這時候接下來怎麼辦呢 回到 頭那邊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其他的呢 這個我先拉到前面去 這個 這個 砍掉 好 先把它 弄乾淨一點 好 目前我們留下我們要的這些東西 一個是 我要把這個 改造到boostrap裡面 然後呢 我就做啊 好 現在我希望說有一個這個欄位和這個欄位 好 那怎麼辦 上boostrap官網 去把欄位怎麼寫找出來 對不對 boostrap官網的欄位怎麼寫 一樣 跟boostrap官網做好朋友再回去看 好 剛剛的這個example裡面 好 是不是你有看到 裡面有 有一些可輸入框在哪裡 我們稍微找一找 哇 這裡好像沒看到可輸入框 對 那哪一個例子裡面有可輸入框 看一下 可輸入框 如果真的都沒有 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 因為 boostrap 有些東西 它 它 你直接用html寫就可以 好 但是應該會有 稍微找一下 這裡 或許是這個 看看 嗯 沒看到 不過 這個有 對不對 這個至少有一條 吧 有一條這個 可以拿來當標題的那個 所以我們檢視它的 網頁原始碼 把它那一條的東西 給 剪下來 在這個縫裡面就是那一條 剪下來 來 剪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剛剛 那個地方 好 我現在把它丟上去 先 隨便亂丟 好 那你就看到說 OK 排百先暫時不理它 丟完 先重新整理一下 看看 我們的東西 到底現在長什麼樣 變這樣 有沒有接近我們要的 沒有 因為 我現在不要這個 Please Sign In 我也不要 不要那個 我只要 我只要一條這個就好 對吧 所以呢 我把其他給砍的 這個Remember Me Sign In 這個都不要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個按鈕比我這個漂亮 對不對 所以留它 不留它 可以吧 好 那就這樣做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 來 這裡 Please Sign In 我不要了 Please Sign In 我不要了 不過Please Sign In 好像可以有一個 用途 把它改成留言 對不對 把它改成留言 對 好留言板好了 好 板是這個板 不是 板 木板的板 好 這裡 好 就 拿到一個東西 這裡呢 就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 我們就 打留言 標題 好 標題 那這個for呢 就不是這個 這個id 是input email 對不對 input email 但是 這個留著 因為這兩個會有關 好 那這個type email 就不太對 type用text 就可以了 純文字 那各位開始會覺得現在 有點 你一頭霧水了 對不對 東西牽扯太多 你開始一頭霧水 但是 先不要管 用肌肉 用肌肉 記得用肌肉 好 這時候呢 for 等於input email 這兩個要同時改 我叫input title input title 好 那就這兩個 一起改掉了 好 下面這個passwall 目前不要 目前不要 好 checkbox也不要 好 ok 最後送出這個留著 因為我覺得 他比我們剛剛的按鈕好 所以留著 這個按鈕就砍了 送出這裡呢 然後呢 就不叫三印了 叫什麼呢 叫 叫 新增留言 好 然後呢 就這樣 存起來 重新整理一下 看看 留言板變這樣了 有沒有好一點點 對 現在插一個大框 對啊 插一個大框 怎麼做 剛剛我們好像沒找到大框 沒關係啊 我們 在html裡面 就有這種大框存在 html裡面的大框是什麼呢 來我先把這個 這個整理一下 好 因為開始排版的話 可以讓你稍微 整個程式結構更好一點 好 ok 這樣還好 接下來我需要一個 Test Area 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搜尋一下 boostrap 有沒有 Test Area 這個東西 好 boostrap 有沒有 Test Area 這個東西 boostrap 封Input 然後 有啊 有Test Area 有沒有 Test Area 封Control Lo5 這些 把它拉進來 好 拉進來之後呢 一樣 把它放在我們要的地方 以剛剛這個例子而言 就是這裡 把它放進去 RAW等於5 ID Command 不要 ID叫做 Test Body 叫 Pitle Body 好 ok 存起來 好 重新整理一下 不是這個 我們的 對 好 變這樣了 是不是好看多一點 差不多達到我們要的界面功能了吧 那現在只差沒有真正的可以留言功能 就是剛剛那段程式沒有放棄檔 其他的差不多有 待會兒還要再美化那個 你留言之後會有超連結的那段 先做到這裡 用你的肌肉跟著我 剛剛的這種方法做 ok 我現在就把錄影上傳 那你就跟著做 ok嗎 好 這裡可以改 Project Name 就叫留言板 好 改一下 這裡 Project Name Project Name 在這裡 好 留言板 好 這樣就變了 留言板 好像怪怪的 留言板 多了一個留言板 不過沒關係啦 暫時 暫時 我就先把這個留言板的標題給砍 好 不然感覺太多餘了 這裡寫Email Address是不對的 這邊Input Input Place Holder 裡面寫Email Address是不對的 這裡 裡面就直接下標題 好 這樣子 它的提示就會是標題 好 有沒有看到 這提示已經變標題了 這個提示要讓它變內文嗎 也可以啊 試試看 既然這樣的話 Place Order是不是有用 好 讓它的提示變內文 好 有了 看起來很不錯 對不對 好 如果你覺得 欸 這個擠太緊 擠太緊怎麼辦 擠太緊 記得HTML裡面的換行 不是用換行 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BR 加個BR 記得要結束 好 BR加個BR 那這裡 標題 加個BR 這裡也加個BR 好 好 空了一些 所以 這樣子 好多了 這個錄影 照著做 用肌肉 好